大家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安装Linux的非常简单的方式 用的系统是Linux当中最流行的一个版本,叫Ubuntu系统 Ubuntu它每年会出两个版本 它的编号是用它的年份和月份来合称的 比如说这个12.04代表的就是12年的4月份 那我现在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12.04的这个版本 那看上去是有点老了,为什么要推荐这个版本呢 因为它支持一种非常简单的安装方式,叫无比的方式 首先我们在谷歌里面搜索Ubuntu12.04 这个第一个网页就是它的官网 然后我们在这个官网下方能够看到 这里面它支持了有桌面版本,服务器版本以及其他的版本 那么我们一般安装就选桌面版本 桌面版本里面它又分为64位和32位 那么根据你的操作系统类型可以选择相应的版本下载 这里面呢,我已经下载完成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小呢 大概是700兆的样子 好,我们双击打开它 这个文件夹里面呢,包括了一个无比的安装方式 大家看这个地方 我们双击这个无比的安装方式呢,会弹出一个这样的窗口 我们看一下 这个窗口呢 就是可以自动化的帮我们安装安装这个Ubuntu 12.04 这里边呢,第一个呢,选一个驱动盘,C盘或者D盘 然后呢,这个是你选择要给它预留空间的大小 然后剩下的呢,这个语言已经是中文了 这个用户名呢,改成你想要的创建的用户名 然后这里边的密码呢,设定一下 然后点安装呢,就可以一路自动化的完成 全程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 全部是自动化的 然后呢,也不要做分区的操作 也不要写右盘 也不要什么重新启动等等 那么安装完了以后呢 会正常启动的话 它就会在启动的界面里面 会有Windows和Linux双系统了 那么如果以后你以前不想用这个系统了 想把它卸载掉呢 那也是非常简单的 虽然它是安装在硬盘上 我们用这个Windows电架 调出这个控制面板 在这个控制面板里面 卸载程序里 在这里面呢 可以直接把这个五盘图呢 把它卸载掉 可以非常的方便的卸载 也就是说它的安装和卸载都很方便 那么就还剩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用这个12.04系统 一个几年前的系统 那么我们能不能正常的安装软件呢 能不能正常的使用呢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下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 国内的更新源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安装完这个五盘图以后呢 然后呢,我们只要把它里面的语言呢 把它更新一下 更新成现在国内的语言 就是在安装的软件的时候 就非常的快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已经登录到了 我这个已经安装的 五盘图12.04的系统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已经更新过的 我的这个语言 就是 就是这个语言 首选163 网易的 那么这里边呢 大家看到我已经给它更新了 我们看到这里边都是国内的语言 好,更新完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来安装一个软件 比如说我现在输一个VRM 这里边呢 我们看是默认没有安装的 那下面呢 我们用这个命令来安装一下 看看它的速度有多快 正在下载安装的过程 这是正在安装 好,已经安装完了 现在我们输入VRM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 已经安装成功了 VRM已经可以打开了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 在这个 古班图12.04系统里边呢 要安装软件 也是非常方便的 并不会因为它是一个 比较老的系统呢 就会不能够正常使用 所以呢 大家可以 如果你对Linx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 这种安装方式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方便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把这个 国内的这个语言 我会把它放到这个视频的下方 供大家来更新 好,谢谢